現在空了 又是郭昭南 前三季上場時間不多的郭昭南 本季成功推變 特別是解讀場上狀況的能力 更加成熟 平均能為球隊貢獻4.4分 3.6籃板 成為日龍替補端的重要戰力 一開始會就想說 是不是不太適合打球 可是後來球隊給我很大的空間 然後也給我很多機會 那如果這時候又 自己去放棄自己 誰就不要你 所以接下來他們就給我機會 然後我就繼續去把他做到最好 他其實是一個身體素質 很好的一個球員 還有包括力和彈性 他只是缺乏了一些在場上的經驗 跟一些判斷的 可以打的時間多一點 教練給一點點信心 他就可以自然的樣子可以打算 台季至今郭昭南都有雙場記錄 其中12月1號對上台英之戰 更是打出順牙代表作 拿下10分12籃板的雙十成績 比較能夠思議球場上的節奏 知道自己做好防守 然後一些去做搶一些籃板 然後快攻去把握 那其他的進攻機會就是 給老大哥去處理這樣 玉龍雖然目前以五勝四敗 佔據聯盟第三 不過團隊得分 有時卻容易過於依賴先發球員 未來如何平衡團隊進攻火力 將會是玉龍教練的當務之急 這位吃掉的磨得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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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說 吃掉的磨得蝦